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6号 星期三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有很多小伙伴非常的好奇 上次我讲的 我那个朋友去相亲 然后好像跟团建一样 有没有后续成没成 就给大家讲两句这个事 首先来说这个结果 没有成 为什么呢 就是要说的三个原因 第一个 我这朋友去不是相亲去吗 就有感觉跟团建一样 就这感觉吧 让他特别不舒服 所以他在相亲中的第一印象就很差 所以就不打算再继续下去了 第二个就是对方的菲律宾的姑娘 长相平平 听说长得跟女版刘宽似的 所以他也就不太想选择了 当然了 我这朋友也不是相亲边的 半斤八两 但是反正就是互相看不上 颜值上互相看不上 第三个 就是为什么 就是他会相信这个心 后来他闹明白了 就更不可能去那边发展去了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就是在这里面 第一个 就是他的朋友的那个朋友 跟他相亲女的这家庭 已经相处了有一年多 一年多了 然后因为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钱 就交给了他菲律宾老婆 他这菲律宾老婆 就把所有的钱 交给了他的菲律宾丈母娘 由他菲律宾丈母娘来负责整个的家庭的用度 家庭的用度 那么这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我这朋友 钱也挣的不是很多 一个月八九万批 所有的钱都扔在 就扔人家这娘家里头了 自己一分钱没有 或者说只有很少的钱 连抽烟都抽烟这个批号都快给借了 然后之后有一次额外挣了一些钱 就把这些钱给了他媳妇 让他媳妇去买一个包什么一类的 结果呢 他媳妇买了一个假的LV 假的LV 然后拿下之后呢 被他丈母娘一顿的训 就说你有点钱 为什么要买这个LV 买包啊 一点也不实用 你为什么不想着给家里换一个更大的房子 让全家居住环境更好 后来呢 就是我朋友的这个朋友呢 就觉得如果他这样的下去呢 别说抽烟了 那么以后吃饭可能都是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事啊 然后他就发现了哎 其实呢是可以再找一个朋友过来 跟他一块分担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媳妇啊 有一个就说他相亲的这个女的嘛 就是他这个妻妹嘛 然后呢说是可以说 呃 再找一个男朋友或者再找一个老公 对吧 两个外国女婿养这个菲律宾的十几个人家庭 这钱不就够了吗 所以就找到我这个朋友去相的这个亲啊 我这个朋友最后知道这个原因之后啊 就说去你大爱的吧 对吧 这我一个人钱还不够花呢 还 还这个去养人家全家十几口子呢 这不是扯淡的吗 那有朋友就问了说那你朋友的朋友为什么不选择 就是说选择一些改变呢 对吧 比如说跟那个女的分手啊 分不了结婚了 对吧 那女朋友不能离婚吗 离不了 因为菲律宾不让离婚 所以呢 只能这样 那不能带回国内吗 他这菲律宾媳妇吧 呃 也不知道什么毛病 反正呢 就一直没能成功的把这个护照办下来 所以到现在呢 呃 他也不可能离开菲律宾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两难的情况 所以他我们这朋友的朋友就想出来一个什么的 就再找一个人分担这个家庭的费用就OK了 所以就叫他去了 基本事就这么一个事 先跟大家小小的把这后续填上吧 好吧 得了 其实跟大家聊到这吧 没什么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